船艙甲板上出現了針收犬 利用他敏銳鼻子到處聞船上每個角落 只要聞到不對勁 海巡人員立刻出動 啟動儀器向下探測 照出不明物體 立刻撬開船板 用白色繩子綁著黑色塑膠袋裡 拿起來沉甸甸的 一割開 裡頭紙箱裡 暗藏玄機 一箱一箱被岸巡人員往岸上丟 這才知道喬小魚船下藏了好多走私香菸 紙箱堆成好幾堆 佔滿每個角落 每箱紙箱都裝滿了香菸 總計查獲286箱 14萬3000多包的香菸 市價估計1000萬元 海巡署北部分組 為防止不好分子趁機從事不法行為 實施修捷強化勤務查氣專案 顧本手於昨日晚間7點10 加強船舶安全檢查 查獲順春生號遺傳走私香菸案 檔案經海巡署第二巡航區 組隊部成立專案小組聯合查氣 並派遣徵搜尋登船搜索 開箱後發現大量以防水袋包裝 經橋牌走私香菸286箱 市值約新台幣1000萬元 後續將依違反菸酒管理法寒送台灣基隆地方調查署 設案人員將由勇士政府衛生局 進行PCR檢測送院作業 海巡署不遇 私香利用護法管道走私物品 以形成防御過程 請國人共同將走私物品與境外 民眾如果發現走私人無法行為時 拨打118-108-108-109 私香原本想趁著中秋連假夾帶走私煙船關 但沒想到還是栽在徵搜尋的鼻子 漁船船長和三名船員 觸犯煙酒管理法 遭到寒送預檢所偵犯 記者 黃燒銘 基隆報導 好 好